大家好,这里是TinyFu的胡说八道,我是TinyFu 今天聊一聊这个垃圾时间的问题 这个词最近很火 我最近在旅游和走路的时候一直在听这个剑桥中国史 我是听,就是我用微信读书来看这个书 但大多数时候我不是眼睛在那看翻 而是我在溜弯的时候,旅游的时候 比方爬山的时候我就听 听这个微信读书的这个朗读 正好最近在读这个明和亲 刚刚到民国 所以对垃圾时间那个词 好像就特别有同感 其实也不是只有明清有垃圾时间 这个垃圾时间一般认为就是说 一个朝代或者一个社会 或者是一个国家 他进入到了一种 没办法往前进 只能往后退 或者说只能 以前不是有首歌吗 叫什么什么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吗 就是好像你也干不了什么 对吧 就比方说你 比方说举个例子 在这个国企最兴盛的年代 你进了一个国企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你是个工人 然后那些人都是农民 在中国经济不好的时候 对吧 你是工人 然后呢 你高人一等 而且你收入稳定 但是呢 到了有些地儿啊 特别是这个东三省啊 或者是所谓的上海关以北啊 这个到了这个大厦岗潮啊 其实我们家天津也经历这个大厦岗 我爸就内退了啊 就是这种很多人就突然之间 好像我已经干了三十年二十年 我一直是社会的稳定中间力量 突然之间我就进入了垃圾时间 突然之间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突然之间好像以前说的 你这个可以干到多少岁退休 这个事就没了 工作就没了 然后这一辈子好像都是在特化 因为当时的国企工人 一辈子都在干一件什么事 比方说我爸是个石油工人啊 这个石油工人 这一辈子都在干这件事 从来没想过说 我要跳槽换人家公司之类的 这个就是也有 也有点像人生的垃圾时间 对吧 当然有一些人就重头再来 有些人就沉沦 有的人甚至跳楼了 对吧 然后这个历史上的垃圾时间 有时候经常也是这样 比方说 其实我们先不说明和清啊 就比方说唐 我特别感慨的是 比方说我们一般聊的唐 说圣唐气象 以前这个有一首歌啊 叫做那个 菊花孤间喝酒 被咖啡 抛入了喧嚣的庭院 就是唐朝的那首歌 对吧 好像里头有一个 一夕开源 全生日 天下朋友 皆交期 这本来也是唐诗里头的东西啊 开源全生日啊 就是我们了解唐的时候 我们总是在想 唐的这个最繁盛的时候 开源盛世啊 唐当然有李世民的盛世 也有这个 这个李隆基的盛世 开源天保年间嘛 那么 就是我们对唐的理解很多是这些 然后万国来朝啊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胡人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少数民族啊 在唐的朝廷上 比方说我们后来知道的 安史之乱的安禄山 他也是个胡人 对吧 还有很多著名的大将 也是胡人 在唐的 在唐的历史上 甚至有基督教你知道吗 我去西安的时候 还专门去看了这个碑 我们的历史书上 其实也有这个碑 就叫做大秦 大秦警教 通行中国碑啊 这个碑呢 其实好像还是一个太子写的吧 我也忘了 呃就是 讲的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一个 一个教派啊 好像是那个叫什么 反正现在好像算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吧 或者是其中一个分支 呃曾经在唐朝 甚至传播过 盖了很多教堂啊 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 呃 随着这些年的了解的历史 包括我看了一个 动画啊 一个叫什么 呃 叫什么来着 不良人啊 不良人对动画 其实我才开始关注到 唐 特别是这个 安始直乱以后的唐 或者说叫做这个 后来唐末的这个 唐中和唐末的这些故事 就就跟那个 你你对这个 开元盛世的回忆就完全不同了 特别是当我认真的去理解了杜甫 我才知道原来杜甫 杜甫有点跟我很像啊 就是呃 就是年纪啊 就是我 我说的是杜甫本来生在这个天宝年间啊 就是生在这个呃 李隆基的盛世的开端 然后呢 杜甫的一生啊 四十岁以前都是在这个大唐盛世 突然之间四十多岁的时候 安始直乱了 我的我的意思是跟我年纪很大 就很像就是我现在也四十多岁 呃 杜甫遭遇到安始直乱的年纪 年纪大概也四十多岁 然后杜甫甚至有个女儿饿死了 杜甫 这个一家人也遭遇了这个战乱 颠沛流离 呃 比方说他回家 然后呢 呃 你看后期他的事啊 什么他就 你就感受到了他这个 他前期的诗和后期的诗 特别是什么 石毫利啊 好像还有那个 恨别鸟精心是杜甫的吗 还有那个 好多诗 他就有战乱和离乱的这个感觉了 呃 毛巫峰索破哥那个年代 跟应该也是也是乱世以后吧 这个具体时间我没具体看 但是我当我去认真的 把我了解到的 这个安始直乱的历史 和杜甫的生族年份 一对 我才发现啊 原来 这个杜甫就很像那首歌啊 就是 如此 生活四十年 突然之间大厦崩塌了 可是 唐不是安始直乱就结束了 安始直乱以后 唐还有很长的时间 然后唐的影响 五代十国 唐其实是一个后的唐的时代 唐的影响 或者说这种大盛世以后的大乱世 又持续了很久 直到这个这个这个宋出现 对吧 就是好像唐宋 原明清 不是这样的 唐和宋之间还有一个大乱世 那么你基本上可以认为 从安始直乱以后 虽然有所谓的唐中兴 有所谓的什么什么 但是唐基本上已经 没什么机会了 唐的人民也只能去回忆 开源盛世了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垃圾时间的感觉 当然我 我一定强调 因为我是胡说八道 我这频道叫胡说八道 有时候有人会批评说 你怎么老胡说八道 我这频道名字就是胡说八道 我我起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告诉你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 我聊很多话题 我会讲明白我在这个话题上面的 我的资历是什么 比方我写程序 我写了二十多年 这个方面 比方说我去跟你讲一些关于编码的东西 有一些方面我是专家 当然写程序这个事 又分成几十种语言 十几种语言 还有不同的技术 对吧 那比方说我现在可以算一个移动互联网的专家 AI我也觉得我研究的还可以 所以我AI的视频的播放量不错 当然也有人说你有博士学位 你懂怎么训练 你玩过什么几万台服务器的集群 那我不是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AI的视频里头说 我是一个AI研究者 就是科研的研究者 我是一个AI怎么使用 这些AI的API怎么使用 AI模型 开源模型怎么组合 怎么去做一个AI应用的这么一个研究者 我自己 就是我是有定位的 就是你不用指望我什么都懂 我也从来不说我什么都懂 对吧 历史呢 我其实就是一爱好者 我对历史 我对真实的历史 我对细节的历史 我对经济史 我对科技史都很有兴趣 甚至我对某些科技史 我认为我还是有一点点懂的 比方说四大文明是怎么回事 不是四大文明 四大发明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觉得我的文章和我的视频 可能是全网最好的 我以前做过一期视频 包括什么美国的这个科技创新史 我也做过一两期视频 就专门讲美国军方对科技的影响 这些角度我觉得我还可以 包括比方说 我看完芯片战争以后 也研究了一下芯片的一些历史 当然我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历史爱好者 我不会非常认真的 去把这个写一本历史书 如果我要写的时候 我可能会更认真一些 但是我现在不是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 我就是一个历史爱好者 这个扯远了 我们翻过来说 我最近一直在听和明和清 当然每个人对每个朝代的垃圾时间 可能有自己的定义 比方说我前段时间 在听明 当然你知道 可能这又扯远了 就扯到看书和听书 其实听书 特别是在走路 在溜弯 在爬山的时候 其实不是全身贯注的 你走路也不可能全身贯注 包括我自己还是一个兴趣转移很严重的人 所以我听书 我认为它是 我认为它属于贩毒的这个领域 就是说 阅读其实分金毒和贩毒 比方说我们要研究一件事 我们可能要精读 我们要 比方说我们要学习一门技术 我们去看技术书 我们可能要精读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 我们可能要贩毒 比方说 我今天要做一个APP 这个APP呢 不涉及到数据库 也不涉及到网络 那么我现在在学一个 比方说Swift UI 编程指南 对吧 或者是一本什么书 我没有必要在网络和数据库 这个地方花太多的时间 我可以泛泛的翻一翻 先跳过去 等到我具体做到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再认真的去 这样对时间和精力上 是有很大的好处 而且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我觉得人呢 你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任何事情都精读 所以我其实对历史书 大多数都是贩毒 直到比方说 这本书里讲的某个细节 对我非常感兴趣 或者是假设我想形成一种研究 或者我形成一种认识 我再翻过去 对某一个章节 或者某一类内容进行的精读 就比方说 我刚才说 我研究过四大发明 实际上我就搜了很多很多的文章 搜了很多的wiki 找了很多的资料去对比 这个是一个精读得到的一个结果 包括我做的有一些视频 包括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 讲那个 就是阿以战争的那个事 就是我心里头知道 有很多次阿以战争 或者叫巴以战争 阿以战争 或者是这个哈以战争 这三个名字的区别是为什么 内涵外言 我也做过research 就是但是我如果说 想做一期内容 或者说我想专门的做一期内容 或者专门做个研究的时候 我可能要阅读更多的资料 或者是去看更多的对比 反正翻过来说吧 其实目前为止 剑桥中国史对我来说就是个贩读 就是听听而已 我没有说好像我要变成一个 多么资深的中国史的一个专家 但是我对中国历史 肯定是有兴趣的 你这个历史有很多种来源 比方说我们初中小学高中大学 都在学历史 我其实虽然是理论上是一个理科生 工科生 我是机械西毕业的 你可以叫我算工科生 我一直以来数学 这个物理的成绩都比较好 到了大学就差了 但是我其实文科成绩也都不错 比方说我大学少数的得优的一门 就是革命史 中国革命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东西我觉得高中都讲过了 我在大学听的时候 反正就觉得很容易就记住了 就是我比方说 我也没有特意的去记一些历史的东西 但是我初中高中考历史 也都是经常满分 翻过来说 就是说 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对这个建桥中国史 是一种贩读的东西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听了很多很多 中国大陆视角的这个中国历史 那么一个人物 或者是一段历史事件 他在不同人的视角可能是不同的 或者说想略是不同的 当我去听这个建桥中国史的时候 还是有很大的体会 比方建桥中国史比较在乎的很多点 其实你听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会有点不适应 它不是中国式的这个史记 这种历史 它记录了很多事件 它更多的是一种分析历史的感觉 他比方说会讲很多 他认为这个当时的政治经济 制度是怎么回事 但它不是一个罗列了所有的发生了的事件的这么一种 一种中国史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学的这个历史 很多时候是跟你讲几几几几年 这个战争爆发几几年 就是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东西 但是很多细节并没有 包括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在别的阅读中也开始扩展我们的历史知识 比方说我在玩一个游戏 之前在玩一个游戏 就是帝国 帝国时代四 帝国时代四里头就有一个很好玩的细节 甚至让我想去做这种历史的视频 他讲了一个什么细节呢 就是这个援兵攻打这个北京的时候 你直接从正面攻打是很难的 那援军做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绕山 从山上爬到了这个 就是我们一般不说有关爱 有这个城墙 有关 你直接打这个关是很难通过的 结果援军找到了一条山路 从关的后面过去了 好像是哪个关来的 我忘了是哪个关了 就是这个东西 你在历史上看的时候 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在这个帝国时代四的时候 它直接让你进行个任务 就是说你看这边直接攻城攻不进去 这个关 比方说我们给它设计的这个防御力是无限 你怎么打也打不过去 而且你带的这个小规模骑兵 可能几下就会被这个后墙啊 禁弩啊 直接给打死了 但是它就让你翻过去 从后头走过去 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习历史 或者说我们在对历史有兴趣的时候 如果你的兴趣不是说 哎吵架说 哎唐更牛逼 还是宋更牛逼 民更牛逼 还是亲更牛逼 而是你对历史背后的一些细节 一些原因 你想解惑 你想了解 就比方说中国传统历史上 历史学是把历史当做一种 就是有教义的工具 让这个君主啊 就是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资质通鉴 资质通鉴就是写给皇帝看的 就是你看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 然后作为一个皇帝 好皇帝应该怎么去处理 历史上的好皇帝是怎么处理的 坏皇帝是怎么处理的 它专门就是这么一本书 资质通鉴其实名字上就听得出来 鉴就是镜子的意思 就是给你找了一面镜子 对吧 我们以前有说这个以人为敬 以史为敬 以同为敬 对吧 其实就是讲的就是这个事 但是到现代以后啊 我觉得历史观还有 当然我们不是历史学家 我们还是爱好者 我们就是听听历史 看看历史而已 还有一些别的说法 就比方说历史并不能指导现实 这块也有它的特别有道理的部分 有的时候你说 这个历史很相似 但是即使是历史很相似的很多时代 这种所谓的相似性并不能给你指导 只是在这个事发生以后 你后知后觉的说 这段好像跟那段很相似 很多时候历史是这样的 但是从人类的 我觉得数学也好 物理也好 科学也好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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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或者一个原因 就是人类的好奇心 你比方说你知道了一个磁的这个原理 为什么这个磁铁可以吸引铁块 磁力线是怎么回事 怎么切割磁力线可以发电 这个事呢 当然可以用来发明这个发电机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或者是电动机 但反过来呢 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理解了这件事情 它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快乐 其实看历史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想 说这个清怎么会这样呢 明怎么会这样呢 唐怎么会这样呢 当一些历史的书和资料堆积到眼前以后 看到了以后 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个自己的理解 或者来自于某本书 或者来自于某本书的观点 你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观点 这个本身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 也是人生的一种价值 好我们最后说到明吧 比方说大家认为 明的垃圾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可能比方说在我看来 就是这个应该是明英宗吧 就是这个这个土木堡之变 对吧 应该是土木堡之变 在这个时间点以后 明可能就在我看来 可能就进入垃圾时间了 当然如果你要说崇祯 那就百分之百是垃圾时间 其实你看 我为什么觉得这种争论性的历史了解并不好 比方说我记得那会儿 这个金庸写了一个 好像是叫什么 忘了哪个 就是里头提到原中患了 好像是那个叫什么 金蛇狼军案什么 我也忘了 他里头提到原中患 我想很多人啊 就是一开始 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 对历史 对明代历史产生兴趣 可能跟金庸也有关系 我想说就是 我一开始对明史的这些人啊 崇祯啊 崇祯啊 元中患我都不了解 但是我看了那本小说以后 我就开始好奇 为什么一直有一个争论 就是元中患到底是英雄 还是 还是这个比方说 重整把他宰得很合理 对吧 这个到今天 其实还是有争论啊 还是有争论 比方说说元中患活该的人 有很多很多 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不管是你元中患 包括比方说有人说岳飞也是活该 对吧 比方说岳飞和这个 宋高中的这个战略不同啊 或者是比方说岳飞干扰了宋高中的这个 或者说试图 或者是让宋高中以为他要干扰他的立处的方向啊 等等等等 但其实对我来说啊 就是我们去争论 对还是错 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在我看来就失去了本意了 比方说就是崇祯砍了这个元中患那件事 有很多文章就在堆砌啊 崇祯为什么应该砍了元中患 有的文章就在堆砌 崇祯为什么不该砍了元中患 这是当你对这个话题特别focus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 但是当我在看别的历史资料或者书的时候 我知道崇祯不止砍了元中患 砍了一堆的这个辽将 就是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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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叫什么 叫那个嗯 就是这个这个被呃 这个词怎么说我也忘了 就是这个这个边将砍了一堆 而且杀了一堆自己的大臣 以后我就觉得你没有必要去谈崇祯杀元中患对还是错 到那个时间点啊 崇祯不断的杀自己的大臣 不断的呃翻来覆去的换大臣的时候 崇祯面临的已经是一个垃圾时刻了 他找不着方案 就像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CEO 包括我自己啊 我自己开个公司 我自己也也做一些独立开发产品 呃 呃我见过一种特别典型的做法就是啊 我现在做了一个产品 嗯有几个功能 没有人用 那我再加一个功能 再加一个功能 再加一个功能 呃 当然有的产品这样就成功了啊 但有很多产品 因为它的核心是不对的 或者说因为它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呃 呃用户和市场的这个呃这个match啊 我们一般叫做这个market 呃product match 呃产品和用呃市场的这个匹配 所以你不管加多少功能最后也没有人用 就是你今天做了一个 有十个人用的功能 呃但是正常的产品都是有比方有1万人用 那么你再做一个十个人用的 呃对在一起可能最后你是一个 十个功能都mediocre 都是一般的这么一个产品 其实呃 崇祯就有点像这种感觉 就是崇祯可能 好像很多人在夸他的时候 就说他历经图治啊 就是很努力 但是你看到他做了很多事以后 你如果看单一的事件 也许你看不出什么 但是你总总懒的一看啊 他原来换了这么多大臣 就比方说呃 比方说举个例子吧 乔布斯 乔布斯呃 97年回到苹果的时候 他砍了无数的产品 然后开除了很多人 那么乔布斯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呢 还是一个暴君呢 还是一个傻逼呢 你不能从这个单一行为得到结论 就是他砍了很多产品 就是很多人津津乐道说乔布斯砍了很多产品 就不代表他不做产品 他砍产品的目的是什么 他目的是为了focus聚焦到一个产品 两个产品 把产品品质提起来 那崇祯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他做了好多 比方说他杀了魏忠贤 这个好像是在 呃很 比方说就举个例子啊 就是这个乾隆的儿子嘉庆是吧 嘉庆杀了和珅 呃这个崇祝杀了魏忠贤 在历史上 在他们干这件事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他们是明君 圣君 对吧 就是魏忠贤这种人 上一代皇帝宠信他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特别是东林党人很恨魏忠贤 因为魏忠贤明确的杀了很多东林党人 对吧 呃 这是这是一个太监和这个呃 清流或者说跟这个朝廷的这个或者是文官的一种一种党争 那和珅也是很明显 就是和珅搞的很多贪污腐败 包括义罪淫 包括和珅自己的贪污腐败 包括呃等等等等 那么这两个人干的这两件事情 在当时在他们都是刚刚上位的时候 他们干的这两件事情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明君圣主 对吧 那实际上呢 嘉庆后来有有任何的呃 就是让你觉得OK的东西吗 就好像就看不到了 那崇祯就是各种各样的扯淡 对吧 这是这就是我觉得垃圾时间的问题 那么 那清的垃圾时间就更明显啊 清其实 你从历史上怎么分都可以啊 你也 我觉得你分到从嘉庆开始算 其实都可以 因为嘉庆到道光也没多少年 呃 嘉庆道光 道光的时候呢 呃 就是1840年 就鸦片战争了 对吧 那我们 虽然有一个话 我也是认可的 叫历史不能假设 但是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当然还是要假设 假设1840年的时候 是乾隆 是雍正 是康熙会不会有区别呢 也许是有区别的 但是道光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从结果上看 从结果上看 这个就没什么可争论的 对吧 那道光为什么不行 这有很多可以去分析 可以去思考的东西 但是从结果上看 道光就是不行 道光从1840年 从道光开始 清朝就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但是 另一个角度上讲 清朝有没有机会呢 换一个人 对吧 换一个 比方说 刚才说的 康庸前这些人 会不会就有机会了呢 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可以类比的是 就是中国和日本 都先后遭到了 这个西方列强的侵扰 对吧 日本有黑川来袭 当然日本在黑川来袭之前也有 但是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 你并不认为 它是一个强国 你也不认为 它是 甚至 甚至日本在这个明治维新之前 还是我们认为 最混乱 最差的一种政治 对吧 就是这个幕府啊 还有这个 日本还经历了党幕运动啊 等等等等 这个日本还有各种各样的 日本甚至不怎么统一 对吧 日本的 日本在以前的这个统一情况也很差 对吧 然后各种战乱 但是呢 而且日本的国力当年也不信 但是呢 在这个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就走上了一条新的路 在在我们如果是以这个甲午战争以后 还有抗日战争时期 我们都把日本当作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列强 可是在甲午战争以前 中国人都认为日本就是我们的一个蜀国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小兄弟啊 或者是一个看不上的一个外邦 当然在1840年 甚至到甲午战争这个阶段啊 我们对西方列强的认知也是非常混乱的 比方说1840年已经签订 已经打败了 后来又签订了南京条约的时候 这个整个清政府认识到西方列强 有多么厉害吗 其实并没有 你知道 你知道有一次亚片战争 二次亚片战争 有这个火烧圆明园 就是英法联军 还有这个八国联军 这这么多的事 基本上 清政府在理解说 以你的军力完全不能跟西方列强打 甚至完全不能跟日本打 那么在从1840年到甲午战争 这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清政府其实没想明白 他并不知 并不对自己的国力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能不能打赢一场战争 你想 在这个医科团的时候 当然 你现在可以理解慈禧老太后的心情 民心可用 也许以前 我们在1840年以后的各种 各种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清朝的军队 我们八旗的军队 我们的湘勇 我们的曾德林沁的军队 我们并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那么到了义和团出现的时候 你先不要管他是不是一帮 邪教啊 或者是一帮这个老农民啊 或者是一帮没有文化的人 但是呢 他代表了民心 就是你知道我们后来去理解清朝的这个历史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 在义和团之前 1840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西方列强打中国的政府军的时候 很多时候老百姓其实是坐山关虎斗的 一方面有一种就是比方说这是清朝人是义族 我们是这个汉族啊 就是比方反清复明这帮人 或者是 或者是把清朝当义族的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实际上也有 皇军不下线啊 或者是 这种老百姓啊 他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啊 统一啊 或者是这种意识并没有那么强的这个部分 当然三元里抗英这种事也发生了 这个很明显 就是你 你已经直接侵犯到了老百姓的利益的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有很多场战争 比方说义和团 不是义和团 比方说这个这个八国联军 还有比方说这个这个火山圆明园 火山圆明园的时候 你有看到老百姓去去对抗这个英法联军吗 没有啊 你烧一个皇帝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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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宫或者是叫下宫 关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其实你今天把 你和这个圆明园当作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就就很尴尬 就很扯淡的 其实你如果了解了 呃 圆明园历史的很多细节的话 第一就是说 真正烧的时候 老百姓并没有说好像同仇敌忾 是吧 你们这帮老外 居然来中国来抢东西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东西也不是老百姓的 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觉得好像比方说国家博物馆里头 这有一个青铜大顶 这个顶 是国家财产 是所有 所有 全民所有 你把这个 私母无大方顶啊 或者叫后母无大方顶 或者你把这个什么什么 博记子盘啊 或者是你把这个什么什么曾侯以编中啊 或者你 你在中国的现在的博物馆 你抢走一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从中国的全民 这抢走一个东西 对不对 可是在当年 颐和园 不是颐和园 圆明园里有什么东西 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老百姓也不能去看的 这些珠宝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你你翻过来想 这个清朝能建元命元 说明清朝在前期的这个统治还可以啊 他没有因为建元命元出现这个 这个宋朝的那个花石刚事件 对吧 其实你知道花石刚也就是 也就是皇帝 想弄一点这个奇山怪石 但这东西又重又沉 运送的过程中 太监也好啊 这些这个押送的军队啊 包括这些官员 趁机又敛财啊 乱七八糟就搞得民 民怨四起 甚至影响了这个宋的统治 甚至引起了一些起义 但是圆明园修的还挺合理 但是问题是 圆明园里的财宝是哪里来的 不是明指明高吗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你真的去理解的时候 你真的去看一些历史记载的细节的时候 你知道去圆明园有中国人带路 老百姓看着 等到这个所谓的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 抢了这些宝物以后 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这个事件以后很多年 这个西方传教士和一些外国人 他们去圆明园旧址拍下的照片 那个时间点 圆明园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楼台啊 警线啊 虽然它没有那么光鲜 因为确实被烧过 也确实被抢过 但实际上主体建筑都还在 那么你今天看到的圆明园 是这个德行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英法联军 在圆明园抢了一些宝石 书画 水龙头 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以后 隔了很多年 他们又去把石头搬了 又把房子又砸了吗 那些房子主体很多都在的 你可以去看这个照片 我以前有一期视频和文章 我专门发过 是为什么呢 是后来被官员 当地农民 各种各样的人 因为政府不在乎了 就是这个清帝不觉得 这是他的一个光荣所在了 这个园子既然已经没有那么美了 他也没钱 或者是没有心思再把它重修了 对吧 比方说老太后 喜欢的是颐和园 他后来又不断地重修的是颐和园 他的圆明园也没什么兴趣 然后呢 结果这个就没有什么看守 然后结果最后被老百姓慢慢地给搬空了 英法联军有没有在圆明园 把这个圆明园的一个西式建筑 或者一个中式建筑里的巨大的 这个这个构建 一个大石块搬到家里呢 搬到英国去呢 没有 英法联军为吗不搬这个值钱的书块呢 但老百姓有需求啊 你就我买个石头多贵啊 我去没人看过的圆明园里搬一块石头来 汽住卷多好啊 对不对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回来说到 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的184年以后 实际上清朝是有机会的 但是到了义和团的时候 老太后可能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的是民心居然向着这个 你去看很多历史和甚至小说 你可能会发现清政府一直很担心汉人 但义和团不是一个奇人奇异啊 不是一个奇人斗争啊 就是汉人 而且义和团一开始当然是既反清又反帝的 对吧 但是后来就在 当然义和团也很复杂啊 义和团也不是说只有一拨人 而且义和团本身也不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 它本来就是个各种各样的当地的 这个武装势力啊 邪教组织啊 各种小的帮派啊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义和团中间可能有的人 一直到最后都是反清的 但总的来说一个大的义和团运动 后期就变成福清灭洋了 那这个时候老太后觉得民心可用 对吧 虽然他还是没有概念 就是你的这个民心可用 你的这个刀枪不入 实际上还没有增个灵进的这个这个这个部队强呢 对吧 在这个洋人面前简直是摧枯拉朽的就被打败了 对不对 这是老太后 没有想到的 而且老太后 这个很多人说老太后很厉害啊 包括政治手势很强 但是这一次的巨大失误还造成他 弃家而逃 裹着这个光绪地一块跑 跑到西安了是吧 好像都 跑了老远 连自己的首都都不敢呆了 对吧 这不是失败是什么呢 这不是蠢是什么呢 对吧 但是你在那个时间点 你会发现在某一个阶段 这个义和团也好 清的一些 当然你说在这个消灭太平天国也好 或者是包括缅军也好 包括后期的镇压义和团也好 你知道清政府里本来就有大量的汉族官员啊 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帮助清政府的 曾国发李鸿章这些人 他本来就不是不是满城 他本来就是汉族 对吧 而且他们都不是北京人 对吧 你知道乡军啊 淮军啊 他们本来就是中国各地的这种汉族官僚 或者叫汉族士大夫 或者叫汉族文人 老百姓在义和团阶段 他最终被导向了支持清 反对阳 所以在某一个阶段 清是有民心的 虽然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所谓的垃圾时间 这是我最近在听这个 建调中国史的时候 我最感慨的一个部分 甚至包括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历史上讲过很多 比方说这个保皇党啊 或者叫革命党和这个 这个立宪党的这个争论 其实中国的很多精英 在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老百姓 在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他不是对国家的这种事 漠然置之的话 他其实还是希望清政府 来统一这个国家 或者来解决这个国家 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保皇党自然就是这样的人 革命党和保皇党的区别 但是你知道后来到民国的 很多著名的人物 当然我就不用提 当时是官员的袁世凯啊 袁的穆良啊 和李鸿章啊 曾国藩这些人 对吧 那很多很多的文人 很多很多的在野的人 他们也都是 其实他们是 他们是没有反对清朝的 这个意图的 要么是觉得反对不了 要么是 但是 清最后进入垃圾时间以后 最后会 最后会 黯然收场 最大的原因 还是整个清的 清队184年以后的这种 外来的文化冲击啊 外来的科技冲击啊 外来的这种制度冲击啊 外来的经济冲击 他一直采取一个 保守的 就是 怎么说呢 打一下洞一下的这种状态 甚至比方说 在这个 很长一段时间 在清出现这个 所谓的 皇族内阁之前 很多汉族 士大夫 他们都还是希望 清有机会啊 把这个危局给挽救了 其实革命也好 造反也好 对中国历史上的 很多老百姓也好 对士大夫也好 除了少数的啊 野心家 或者是少数的这个 就是居高位的 他有 他比较容易去 篡夺权力的 这些人来说 这大多数人 还是希望有个 稳定的社会的 对吧 这是肯定的 但是清最后 进入垃圾实验以后 他是一步一步的 让大家心里 得到了一个 统一的认识 就是靠清朝 我们是解决不了 中国的问题的 这个时候 这个孙中山的驱逐大陆 恢复中华 他才成为了一个 时代最强硬 虽然他后来 改成五族共和啊 就是 这个这个是 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 我还是很唏嘘的 就是清其实 在整个184年以后 他其实还是有 很多很多次机会 他是一步一步的 把自己的机会 彻底彻底的给 给给你什么了 虽然他进入到 垃圾时间了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说 日本没有出现 明智维新的话 我们也可以认为 黑船来袭以后 日本就进入垃圾时间了 对吧 就很多国家 亚洲有很多国家 比方说缅甸啊 越南啊 这些国家 不就直接被殖民了吗 就彻底就被殖民了 印度啊等等的 或者很多国 实际上很多国家 但是 日本变成了个列强 那这当然后来 他侵华这个东西 你当然是没法 表扬他 对吧 包括他在跟俄国 这个争夺中国的 这个这个 东北啊 包括这个 在这个侵华之前的 交友战争案里 你当然没法去 表扬日本 但是你单独 从一个落后国家 一个原有一个东亚的 这种儒家文明 或者是类 类东亚儒家文明的 这么一个日本 来看 他在经受了 西方科技以后 经受了西方文化制度以后 的影响以后 他怎么把国力 变强 走向金融主义 那是另一个问题啊 那是政治问题 或者说那是思想问题 但是 就是他怎么 怎么富强 这件事情上 他是比中国做的 好得多得多 这个是没 没什么可争议的 没什么可争议的 当然其实 在听这段历史的时候 包括 也包括我们以前 看一些书 看一些文章的时候 我们也得到了 很多启示 包括你看 中国的现状 比方说 我 我们会 会知道 中国现在有一些大城市 有很多中国的大城市 比方上上海 比方上香港 比方上广州 他很大程度 都是因为 其实包括武汉 石家庄 石家庄 这个城市 就是因为修铁路 才有的 修铁路 就是 就是 西方殖民 进来以后 带给你来的科技 对吧 包括 所谓的 沿海开放城市 这些通商口岸 今天的中国的 这个经济的格局 其实是严重受 1840年以后 这些割地赔款 或者叫租借 或者是叫 通商口岸的影响的 但中国今天的 这个 版图 或者中国竞争的制度 中国走的道路 也跟很多有影响 比方说 中国有一帮人去 留日 留日其实是非常多的 但中国也有 有过留美幼童 也有过 这个 这个 早期共产党 这帮人去留法 对吧 你会知道 中国现在的很多 文化和制度上的东西 其实跟留日的这帮人 关系非常紧密 包括因为孙中山 是留日的 或者包括孙中山 在 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在日本 活动 当然孙中山也去美国 也去美国筹钱等等 但是还包括了 比方说中国的 这些文化 文化的产品 比方说我们引入了 日文的汉字 日文汉词 或者叫做 包括其实我们在 因为引入了大量的 日本人翻译的 这些西方词语 日本人翻译的书以后 我们有很多书 不是从英文 直接翻译到中文的 是从日文再翻译过来的 以后实际上 我们也受到了 日本文化的塑形 或者日本进入到 明知维新以后 对西方理解的 一些塑形 这其实也严重影响了 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很多早期的一些事情 听着好像共产党 来自于苏联 对吧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因素 是跟日本有关系的 我们对 我们对科学 我们对共产党 我们对物理化学 很多很多词 它都是来自于 日本翻译的西方的东西 所以在这中间 我们受翻译的影响 受刘日的这些人的影响 比方说鲁迅 他就是刘日的 这些人的影响 其实都很大 很大很大 好吧 这期节目暂时做到这里 我们 现在是不是一个垃圾时间 我其实并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太大了 而且呢 其实我们如果去按照 杜甫的例子 从安氏之乱 开始到杜甫死 好像没多少年 但是 对唐朝来说 从安氏之乱 到整个这个中国 进入到宋的重新统一 花了很久很久 从明的这个垃圾时间 到清建力 到这个收入稳定 又花了很长的时间 清这一次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我认为 从1840年开始 清进入到垃圾时间 但是你说民国 民国其实也很垃圾 我不是指的民国垃圾 我是说民国也很像 是一个垃圾时间的 一个副产品 就像你说唐以后的 五代十国 是不是垃圾时间的 变换代王期很快 而且中间有很多战乱 其实民国有很大一段时间 老百姓也没法安居乐业 对吧 比方说军 比方说这个一开始的 袁世凯 这个这个 当大总统 后来又称帝 然后就是军发混战 对吧 等到这个蒋介石 慢慢的 这个把这个民国看见这样子 要搞起来以后 又出现了这个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 其实中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 都是在战区 然后呢 又是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完了以后 进入到了解放 战争是结束了 1949年到1950年 基本上战争就结束了 但是从1949年 一直到1978年 中国的经济 其实是远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的 甚至低于一个被打烂的日本 对吧 远低于全世界的这个平均水平的 到了1978年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 其实中国才走向一个相对的 发展比较稳定 这30年没有大的战争 没有大的动乱 没有特别大的 我指的是特别大的 不是说完全没有各种混乱 但是就是说相对来说 没有战争 没有动乱 没有这个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 人民寿命稳定提升的 这么一个阶段 才进入了 所以如果你从1840年 算到1978年 140多年的 这个垃圾时间 清的垃圾时间 其实持续了这么长 如果你只以朝代分 1840年到1912年 清彻底退位 还好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以 老百姓普遍的 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普遍的得到了一个经济增长 稳定的生活来看的话 难道1978年都还没解决问题 甚至改开真正成果 也应该算到1992年以后 好吧 垃圾时间在历史上 其实频繁出现 真正倒霉的肯定是老百姓 普通人 希望大家都能躲过垃圾时间 过一个相对稳定 平和 经济增长 身体健康的生活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